感谢神 在以往的系列里面 我跟你们讲到危机管理的系列 我记得上两个月 我回来母堂 跟你们分享关于以利亚的生命 上帝如何使用以利亚这个人 在独立作战的情况下 所有的人都背离了耶和华 背离了上帝 唯独他一个人 面对那些巴黎的先知 那些假先知 450个人 然后在他们公开的挑战 如果耶和华神是神 你们就回转来敬拜神法 如果巴黎是神 你们就跟从巴黎吧 但是那一亿之后 带领了整个以色列国的 绝大空前的一个改变 今天我们来看 以利亚的生命 来到一个危险的地带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服侍神的机会 每一个人都在服侍神 但是我们看到 以利亚在他服侍的生涯里面 大卫一个地步 他属灵走下坡的时候 他所面对的情况 以利亚还没有跟你分享之前 跟你讲个笑话 有个妈妈 骑着摩托车 后面背着个小孩子 前面一座一个比较大的孩子 在弯角处的时候 忽然间遇到警察 然后警察就拦住他们 就跟那个妈妈说 太太 你知道吗 你和你的孩子应该要 要戴安全帽的 然后妈妈就说 孩子这么小 那你能找到那么小的安全帽呢 然后妈妈就说 小孩子没有穿安全帽 起码你大人都应该穿啊 然后妈妈就说 如果我的孩子 两个孩子万一出事 我也不想活了 我干嘛要穿安全帽呢 你明白吗 这有一点强词夺理 对吗 这个妈妈有点点 今天我要给你来看 圣经有一个人 他名字叫以利亚 他在上帝面前 也有一点强词夺理的情况 我们来看 跟来对照我们的生命的时候 看我们有几分的相识 和以利亚的生命 来我们做个祷告 黑父我们感谢 赞美你今天早上 我把我的兄弟姐妹 交给你圣手里面 求主你 高末讲台 高末仆人 让我所讲的每一句话 都喝十一 来赐下你天上的玛纳 让我看到他们的生命 能够改变 求主你帮助他们 打开他们属灵的耳朵 和眼睛 能够看到 能够听到 从你那儿来的话语和信息 主我感谢赞美你 如这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感谢神 以利亚 是可以说 在旧约里面呢 是一个数一数二的先知 他可以是说 旧约里面 是所有先知的代表 摩西就是律法的代表 先知 先知的代表是以利亚 我们看到 如果你没有忘记 早在两个月前呢 我们讲到以利亚 如何被上帝使用 在一个 圈军一法的情况下 在面对种种的 反对 浪潮的情况下 他如何一个人 独军作战的 来为耶和华做见证 然后呢 我们看到他带领 很空大的附近 他就挑战巴黎的先知 如果你们的神这么厉害 你叫你的先知 叫你的神 把这个祭坛的祭物 烧 结果他们那些先知 用鞭自己 用刀割自己 用石头砍自己 种种的做了很多的方式 结果 不能这样活下来 以利亚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以利亚 首先呢 摆了十二粒的石头 在那个祭坛里面 十二粒的石头代表什么 代表十二个姿态 然后呢 他用水倒在祭坛里面 今天我们要看 以利亚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 为什么呢 第一 倒水在祭坛里面 有两个含义 第一 倒水 当时你不要忘记 当时那个以利亚的时代 是一个饥荒 是一个旱灾的时代 没有水的时代 所以 他在祭坛倒水呢 可见呢 水当时是一个很宝贵 很贵重的东西来的 所以呢 先知以利亚 深知到 要给上帝的 都是要给最好 最宝贵的东西 他把最宝贵的水 撒在那个祭坛里面 第二呢 为什么要把水 撒在祭坛里面 因为呢 祭坛是要燃烧的地方 对吗 如果 财失了 石头失了 如何让这个祭坛 再着火起来呢 其实以利亚 要告诉所有的人 我的神是 胡所不能的神 我的神 是死乎便有的神 他把所有的水 燃燃 鸟殿在那个祭坛的时候呢 他求告 耶和火的名字 叫耶和火 降火下来 果不其然的 那个祭坛呢 就燃烧了起来 当天 他把所有 巴黎的先知 450个 地域都击杀了 原本 以利亚认为 我带领了整国 全国上下的复兴 应该得到 很多人的尊重 果然得到 很多人的赞赏 是吗 我到今天 服侍神那么久 我都还不能 就叫火降下来 这个是空前的 一个大复兴 所有人都看到的 神迹来着 所以 这是讲明一样东西 神迹只是工具 它不是主要的 你就算有天 这样活下来 还是有人不相信 上帝 耶稣用神迹 只是工具 而不是全部 不是真理的全部 所以 你看到 当时 他做了 这个大的神迹之后 他期待什么 期待人家 对他的 改观 或者对神的改观 换句 讲比较属灵的话 对上帝有改观 可是 今天我们看到 在圣经里面 在猎王纪上 请你打开猎王纪上 First King Job 19 猎王纪上 请你不要移动 只有在19章 我不会去找别的经文了 我们今天会在 猎王纪上19章 那边来查考 我们看到 以利亚的生命 有一个不同 刚才我讲到 上帝如何使用以利亚的时候 你看这些图片 哇 他如何降火下来 如何上帝使用他 哇 他的属灵生命 可以说是 那时候是最高潮 最巅峰的时候了 可是过了不久 那个当时的王帝 亚哈王帝的皇后叫 耶西别 耶西别就被发誓说 如果 如果我今天不拿以利亚的生命 我今天就不做人 我今天就为宁愿事 我们看到 当 这个皇后 以利亚 讲这句话的时候呢 以利亚 有一个很高峰 很属灵的人 很有信心的人 变成一个 落荒而逃的一个 一个逃兵 他 圣经讲他说 逃到荒野里面 来到一个树下 来求耶稣 求上帝说 赐我死掉吧 因为我连我的主 连我的祖宗都不如啊 我们看到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这样的可能 在服侍的过程当中 在来教会的敬拜 来教会 参加聚会 来领受 来参与 事奉受 我们有可能也会 跌入了这个属灵的 低潮 我们来看经文 怎么说 第一 以利亚 正后群 第二样东西 是很特别 在以利亚身上 有发生的 我们来看 第19章 第1节 到第4节 19章第1节 到第4节 他这样说 我们从第2节开始 好不好 时间的研究 耶税别就拦牌人 去见以利亚 告诉他说 明日夜在这时候 我若不死你的生命 像那些人的生命一样 愿神明中中的降法于我 以利亚见这光景 就起来逃命 到了以犹大的别 是巴 将古人留在那里 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 来到罗腾树下 就在那里求死 说 耶稣 罢了 求你取我生命 因为我不胜于我的裂土 什么东西 什么原因 使到以利亚 跌入那属灵的地骨呢 第一 他不看神 他开始看环境的 圣经讲 以利亚见这光景 就起来逃命 我们知道 以利亚最强项的方面 就是忠诚 他对上帝很忠诚 所有的人都悲弃别活 所有的人都离开上帝的时候 唯独他来到 坚持他的信仰 但是这个坚持信仰的人 开始有一点 恍惚了 有一点 软弱了 他开始 为什么呢 因为他开始看环境了 因为所有的人都没有说 他做得很好 反而 这个时候 有人要取他生命 他误会说 为什么神不采取 马上采取行动 来惩罚那些 不跟从野活的人呢 他另一个误会 他误会说 原来 所有的人都悲弃了神 只有他 唯独他一个人 来识奉神 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呢 哎呀 你都不知道 你不是我 你不了解我的情况的 你让我面对了 面对的问题 一何等的大 我们可能 我们就像以利亚的情况 这么一样 第二 他有强烈的孤独感 他跟像我们这些 一般所有的人 在侍奉神的当时 当而 我们会有这样的感觉 这样的抱怨 神啊 我为了你 服侍你 抛弃一切 没有钱 没有房 没有车子 孩子 儿女都受 连累 还遭人白眼 哎呀 被人家 冷落 我们可能也有这样的情况 好像以利亚这样 而且我们看到 以利亚从 加密山的 那个经历之后呢 他可能长期的 没有好好的吃东西 没有好好的睡觉 身体上就开始有 疲倦感 当这个疲倦带来的 就会 一个长期没有睡觉 没有吃饭 吃东西的人呢 他情绪就会有低落了 他 他就会 感情上就会失控了 他的动作也会失控 情绪也失控 感觉也开始失控了 就加上那个 王后 别 也许别 的威胁 他的心呢 已经是崩溃了 第二 以利亚是一个 事工 效果导向的人 他以为 我做了这么 伟大的事情 所有的人 应该归向于神 那 所有几个 能够 效果降下来 这么有果效 可是 换来的 是不是 他所 期待的 他 总是以 成绩单来 评价自己 又看果效 胜过一切 今天有很多的 信耶稣 也是这样的 看我来信耶稣 跟从耶稣 看 耶稣有给我什么 护血 能不能给我什么 抗陶 我就决定 我继续来信耶稣 信套耶稣 如果没有的话 我还是可以回到 我的旧的 的 环境里面 今天 一个 看 做工 或者事工 为果效 导向的人 你常常会有失望 当你 做东西 你所做的东西 不如你所期待的时候 你会 软弱 但是我要告诉你 这件事情 虽然这个不是新的 性体 但是我还是要 提醒和鼓励你 We are called to be faithful Not to be successful 我们是 我们 因中心被招 而不是因成功 来被招 如果我们是 以我们的成功感 来被招 我们很可怜 没有一个人 都很能成功 耶稣也是很可怜 耶稣在 死的那一刹那 才有十二个门徒 跟从他们 他成功吗 他一点都不成功 以人的角度来看 但是在上帝的眼中 在上帝的国度里面 他却成就了 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 Amen 所以上帝今天在找 在数算我们的忠诚 和我们的忠心 而不是来数算 我们有给多少的成就 所以你们 在服事的岗位 在服事的生涯里面 你不应该以成就 来数算 你的一生 你应该以 你在你一生当中 给了上帝多少的忠心 最后 接下来 他有极度的 沮丧的失望 当一个人 很极度的 沮丧的失望 他都不以常理 来去看东西了 你看 当然上帝使用以利亚 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他祷告神说 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 真的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 然后上帝把它藏在一个地方 因为皇后和皇帝 阿和很生气 当一个国家面临旱灾 没有下雨的时候 龙作物 龙公 那个耕田 就没有什么可以做了 所以国家的那个畜产 生产量 也受影响了 你看 这是多么 人家令人讨厌的事情 可是呢 以利亚呢 在这个三年零六个月里面 上帝把它隐藏起来 他一点都不怕 他不怕以利亚 他不怕阿哈 阿哈王要杀 他也怕 也使别来追求他 来寻求他的生命 可是今天 他竟然为了 做了那么伟大的事情 竟然选择要离开他的岗位 这是一个不按常理 说不清 说不清楚的情况 他逃跑了 上帝用乌鸦 每一天 叼着肉来养他 你知道吗 全世界 鸟类里面 最贪吃 最贪得无厌的鸟 就是乌鸦 上帝用最贪吃的乌鸦 咬肉 天天请他吃 是丰富的 修毒吧 不是啦 我不知道 都是肉就这样 上帝告诉以利亚 只要你忠心服侍我 我给你一个 每一天都是神迹 我叫最贪吃的乌鸦 咬肉给你吃 三年零六个月 他有水喝 兄弟妹 在那个情况的时候 在那个状况的时候 以利亚是蛮有信心的 在他面对所有人 排斥 所有的人 背离 野火的时候 他一个人 独当地面的 来到上帝面前 求告野火 降火的时候 他的信心是伟大的 可是 他竟然为了 一个女人的活 女人有时候 讲话要小心 他为了那个 皇后的一句话 如果今天不杀掉你 我不做女人 他没这样讲 这是用我自己的百货来讲 林肯我死掉 以利亚因为这句话 他就逃走了 为什么 因为他面临 失望而沮丧 因为他看到 他做工的果效 他事工的果效 而失望而沮丧 然后圣经告诉我们 如果注意看第三章 第三节 第四节的话 圣经说 他撇向他仆人 他独自一人 往荒野里走 上帝怎样 一致这样的人 上帝一致这样的人 最好的方法 就是让他独自一个 Leave him alone 让他一个人 上帝让他在荒野里面来走 然后他在荒野里面 走了 然后 以利亚还有什么呢 以利亚说 够了 够了 他来到一个程度 不止生气 他自己 他连上帝也生气 你看 你今天我做 为你做那么多东西 你没有帮助我 还要我一个人 去面对这些东西 我够了 你杀死我吧 其实 其实你会看到 以利亚这个人 这个人 同样一个人 之前的祷告和 之后祷告是两个 不一样的事情 之前的祷告 是多有能力 主啊 求你来证明 给以色列百姓 看你是耶华 是神 住在我们当中 降活下来 可是在第三节的时候 我们看到 以利亚的祷告 完全是 不同的祷告 他竟然在那边 在树下 求死 上帝你把我杀掉吧 以利亚很知道 他本身不可以自杀 很多人说 他自杀其实错了 他不是自杀 他求上帝杀死他 因为他知道 自杀是犯罪的 他叫上帝杀死他 OK 他跟上帝玩手段 请不要来到上帝面前 先玩手段 因为上帝太清楚了 如果他真的要死 很清楚的 对吗 姐妹 兄弟姐妹 他要死就不用逃 站在那个往后面前 他马上就 两下就死掉了 他在上帝面前 做什么啊 他在上帝面前 这样说 锁脾气 我死得顺了 因为我做了这么多 没有人帮助我 我真的是很糟糕 你把我杀掉了 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 我们遇到 我们在服事的时候 不容易的时候 我们第一次 第一个感觉就想 哎呀我不做了 算了我要离开 我们要放下这样的心态 你要明白 上帝不招你 不随便不招你 如果你随便 丢下你的不招 这是很可怜的事情 当然上帝是很怜悯很慈爱的 从头到尾我们没有看到上帝责备他而骂他 我们看到第四节和第五节的时候我们看什么呢 看环境这些我忘记了强烈不如安 施工倒向极度失望 还有他逃避现实的这个 相亲求死我讲到这里 我们来看下去 还有一样东西 他很自卑 他总是爱比较 他比较他的列祖 他的祖先说 哎呀我不比我的祖先好 我上个礼拜我去医保 我在医保的那个课程里面 我学到一句话 很好 一句话也送给你们 那个牧师说 我们不小心啊 人来教会啊 不小心就会尽了邪教 要什么邪教吗 如果你不小心来教会 来久了 你就进邪教了 你知道进什么邪教吗 有两种邪教 一个就是计教和比较 所以我们不小心来到教会 有时候我们就来到教会和比较 我不比你好 我不比你聪明 我不比你有钱 我们爱比较 然后我们很计教 哎呀你做的那么少 我做的那么多 我们比较 然后计教 请你不要进邪教好吗 我们来教会 我们去教会不是上邪教 不要比较而计教 所以 伊利亚就是这样 他比 他拿自己跟他的列祖比较 哎呀我不比我的列祖好 哎呀上帝你把我杀掉 还好 感谢神 上帝总不听 这样发脾气的祷告 如果你想想 每一次你发脾气 你所比起 上帝听你的祷告呢 我们死得很难 很难看 很惨 感谢神 神不听你们发 我们每次发脾气 生气的祷告 阿们 跟你旁边的讲 上帝不听这样的祷告的 神有他自己的时间表 神有他自己的方法 来对待到他的仆人 我们求死不是我们的权利 求生才是我们的权利 OK我们继续看下去 上帝有没有责备他 刚才讲的 上帝有没有责备他 上帝反而用慈爱怜悯来 来帮助比利亚 上帝讲帮助比利亚呢 有两件事情上帝做的 第一件 上帝叫他睡觉 真的 我鼓励你 不管你在事工上 还是在工作上 你真的感觉到 你很疲累的时候 好好去睡觉 睡觉是最好的 医治的方法 而圣经告诉他 他不只睡一次 而睡了两次 你看上帝有多么的忍耐 还睡 有时候我们的老婆 我们的老公 我们的老板 还睡 上班的时间了 还睡 快点做工啊 但是上帝很好 上帝叫他睡 而且上帝不叫他一次睡 上帝叫他睡两次 其实我最好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睡 但是我睡很少 你一旦有机会睡 我就拼命的 尽量的睡 因为我们常常没有时间 的休息的事情 睡觉的人帮助我们 以利亚 上帝叫他睡 而且呢 上帝 上帝准备水和烧饼 给他吃了 上帝是我们最好的老板 阿们 当我们服侍上帝 上帝就给我们最好的 准备好东西 给我们吃 就好像新夜的时候 还记得吗 当十二个门徒 出卖耶稣的时候 耶稣有计较吗 耶稣父皇说 你们死小子 你们这些鬼要嫁人 出卖我 没有 耶稣在暗上跟门徒说 你能有东西吃吗 耶稣在做什么 耶稣在一干半干 给他们吃 这就是我们的神 上帝从来没有准备我们 当我们不忠 当我们软落的时候 上帝没有准备我们 上帝总是准备好 准备好来医治我们的街道 我们看到以利亚 就这么样的来到上帝面前 上帝给他们吃 而且这个饼是很特别的饼来的 一块饼能够走四十天 第八经你看 他说吃了喝了 占这个饮食的力量走四十周月 走到神的山 就是河列山 我们需要 神经病 我们需要上帝从上帝那边得到粮食 当你疲惫 你属灵疲惫的时候 你需要好好的休息 然后你需要领受上帝的粮食 而且从加密山到河列山 相近五百公里 我在想 这个饼是很特别的饼 能够走到四十天 但是我要跟你讲 我要强调什么 圣经讲他去河列山 请问河列山是什么地方 河列山是摩西跟上帝会面 四十周月在山上跟上帝见面的地方 河列山也是耶稣走到旷野的地方 也是那个地方旷野四十周月在那边静止岛的地方 今天中学面 当你疲乏贫倦的时候 你属灵没有灵力感的时候 你的河列山在哪里 你有到神的山法 你有没有回到上帝的统战里面 来寻求神的祷告 我们活在一个社会里面 现在的社会步伐很快 如果你上Facebook 你Bose一样东西 不到一分钟 Bose就消失在那个Bose的大海里面 我们的节奏感很快 大家都很忙 我觉得我们时候有时候要停顿下来 停顿我们脚步 安静下来 上帝预备了祂这个路程 圣经跟我们讲 你要走的路神远 上帝跟他讲 所以你要休息 你要吃东西 你要走向河列山 我们很忙 我们很忙交际 我们很忙晚上去玩乐 找乐子 找朋友谈 当我们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 遇到很多的委屈的时候 我们总是找朋友谈 找朋友谈不是不好 是好出来的 你找一个知情 不能谈你的心事 不然是好出来的 但是最有效的 你是来找到上帝的面前 跟上帝谈 如果你找你朋友谈一次还好 两次还好 三次还好 第四次你找朋友谈 你谈的话 你会谈同样的东西 你脱很多的口水 很多的呼水让他听 他第四次就跑了 有时候你的老婆 你的老公 也唯一愿意听你讲 他是最好的听 亲战的对象 告诉你 是上帝的话 他从来没有泡掉的 他打死不走的 只要你找他 他会给你领导 你所有每一样的心存 我告诉你 我经历很多停电 我家里常常有电报为什么 每次停电的时候 电脑关掉 风扇关掉 冷气关掉 所有电源的关掉 在很黑暗的角落里面 静到一个程度 连我一起心跳甚至听到 那个时候我告诉你 是我感觉上帝最亲近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时候 放下我们脚步 停顿我们脚步 来听听你的声音 请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 我唱的不神 点亮 你要听你的心跳 你要听上帝的心跳 你要懂得听度下来 我们太忙了 我们每一个人都太忙了 我们忙找朋友 我们忙找生意 我们忙我们很多的工作 但是真正医治你属灵的危机 属灵生命的危机 其中一个方法 是要安静 听啊 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 我是你们的神 当你等着听 对你的脚步下来说 有时候你很多 就得到很多 意想不到的 安慰和鼓励 原来安静 独处 你就得到上帝的存在 而不是在 所以你在你的身上中 很多的嘶嘻哈哈的 的日子都可以过去 但是那个是很难找到 上帝存在的管道 唯有你 唯独你能够安静下来的时候呢 唯独你能够单独的 独处和上帝的时候呢 你就会能够碰见神的意见 然后在那里进了一个洞 就在洞里耶和华 都霍灵到他说 以利亚你在做什么 第十节 他说我为耶和华 万君之神 大发热心 因为以色列人 悲弃你的业 毁坏你的祭坛 用刀杀了你的先知 只剩下我一个人 他们还要寻说我的命 十一节耶和华 你出来站在山上 在我面前 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 那在他面前有裂缝大作 把奔上碎尸 耶和华却不在风中 风后地震 耶和华也不在其中 地震后有火 耶和华不在火中 火后有微小的声音 上帝开始跟以利亚讲话的时候 第一句话问的是 你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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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上帝不知道以利亚的情况吗 以利亚 上帝很清楚以利亚是什么状况 但是呢 来医治以利亚 来帮助以利亚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 上帝让以利亚说 上帝让以利亚吐口水 以利亚 未必以利亚讲的东西都是对的 他们都离开了你 他们都 只有我一个人大发的行为你 上帝 他们都背弃你 上帝医治一个人 最好的方法就让人家讲 上帝不讲 他让你完全的来被释放 完全的来 来上帝的面前 酷诉 来上帝面前 来清新突立的来到上帝面前 除了来到 懂得来到上帝面前 你要懂得释放 要学习来到上帝面前 讲你所有所面对所遭遇的事情 来释放 来到上帝面前 以利亚就这样做 然后我们看下去 上帝医治以利亚的另一个方法怎么样 第一在一届里面 上帝对以利亚说 你出来 站在我面前 你出来 站在我面前 然后在接下来 第四 我们从十五届里就能看到 耶和华对他说 你回去往 从旷野往大马社去 到了那里 你就要高哈社做亚兰网 十八节 但我在以利亚中 为自己留下七千人 是未曾向巴黎 七星 未曾向巴黎侵罪的 上帝医治的方法 首先是叫以利亚 你出来 然后叫以利亚 你回去 从洞穴中 叫以利亚出来 然后以利亚就回去 上帝要医治以利亚 躲在山洞里面的那种 山洞情节 因为山洞是最受保护的嘛 山洞不用怕嘛 山洞是最安全的地带来的 不用怕野兰来咬它 也不用怕风吹雨打 可以挡风遮雨 但是如果你永远躲在山洞里面 你永远就是山洞里面的以利亚 但是上帝的心意不是要以利亚永远躲在山洞里面 上帝叫我你出来 然后你要回去 这是上帝医治的方法 上帝没有砍断他的事工 很多人说 从此以后以利亚就被上帝淘汰了 上帝选以利亚做工做事情 这样的说法不战争 几个理由我能讲得出 为什么上帝还是有重用以利亚 上帝总是给以利亚第二次的机会 为什么呢 第一 上帝不会用战马火车和旋风 借走一个完成没有完成使命的人 上帝不会用战马火车来借走一个没有中心服事的人 最后我们知道以利亚被战马火车和旋风被上帝把他借走 就是说他已经完成他的事工 有时候你在问 难道上帝真的没有人吗 以利亚这样糟糕 就好像你这样 你这么糟糕 上帝难道不能选第二个人吗 偏要选你 这么可怜吗 上帝没有人才 上帝不是没有人才 上帝选择你不是因为没有人才 上帝用你是因为他要选择愿意的人 上帝使用愿意的人 他不用完美的人 不是因为你厉害上帝使用你 而是你愿意很多的时间 今天很多人说 为什么上帝没有使用我 上帝不是使用你 我看我自己的生命 我没有怎样弄是好的 我正在台湾自然觉得有点亏欠的 我是一个自卑感很强热的 我生命当中几乎是离开教会 因为我已经是完全不想说回到教会的服事 因为我对教会真的很失望 很伤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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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个厌一的心 上帝现在今天还是一样在选择愿意的人 而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如果上帝要等我们完美才用我们 好像是没有什么机会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完美 今天上帝要寻找愿意的人 以利亚愿意被上帝使用 再次上帝护照他你出来 他真的回应从山洞里出来了 然后上帝说你要回去高回忆他 然后高亚瑟王还有另外一个王 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亚的生命怎么样 以利亚的生命他再次的回应上帝的护照 回到服事岗位里面 然后呢如果今天上帝没有选择以利亚 或者不承认以利亚的事工的话呢 耶稣在变相山上的时候 看到摩西显现在耶稣的面前和门徒的面前 也还有另外一个人是以利亚 如果上帝会肯定以利亚的事工 今天站在耶稣面前不是以利亚 应该是以利亚 所以我不承认我也不认同说 上帝已经淘汰以利亚 从头到尾上帝还是重用以利亚 你从在列王记上22章里面 你还看到以利亚的存在如何的侍奉神 在列王记下的第一章 你还看到以利亚的如何的侍奉神 所以今天时间到了 我要再一次的鼓励你送前面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属灵的理财 我们都有属灵的走向 最重要的是今天上帝要问一个问题 上帝要找赶死鬼不是怕死鬼 穿过去你的旁边 你跟说你是白死鬼还是怕死鬼 你要做山东里面的营养 你还是要走出山东的营养 很多时候很多人因为服侍的一些难处 施风的一些困难就放弃了 今天上帝仍然物色 仍然寻找赶死鬼 上帝要以利亚不是这样求死 上帝要以利亚是轰轰烈烈的死 为上帝来死 但是他想死都很难 因为上帝都不让他死 把他借走了 所以上帝需要赶死鬼 威逼上帝要你死 但是上帝不要你做一个怕死的人 怕死鬼 让我们站立起来